大家好,很多花友都喜欢养兰花,但是却不懂如何正确给兰花施肥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兰花应该如何正确施肥 首先我们施肥的时间一定要确定,兰花只有在生长旺盛期的时候才需要施肥的 那么兰花的生长旺盛期主要是在春季和秋季这两个季节 夏季温度太高,冬季气温太低都不适合施肥,这样都对植物的生长不利 那么第二个就是肥料的选择 在春季的时候,我们施肥的主要是为了醋芽,为了让兰花能够快速的生长 那么我们就要施一些淡含量比较多的这个复合肥 或者是直接施淡肥,这样就可以促进它醋芽生长 那么如果是在秋季的时候,我们就要给它施一些醋花芽,而且要撞苗的肥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用磷酸二青斩这种的醋花撞苗的肥 那么第三点就是施肥的方法了 施肥的方法呢,我们有灌根或者喷叶两种方式 那么我们使用的时候啊,这个浓度一定要把握好 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定的浓度来稀释 千万不要吃浓肥,也不要过量的施肥 如果是喷洒叶面肥的时候呢,注意一下 最好就是喷洒它叶片的背面 因为兰花呀,它的这些叶片的气孔啊,全部都在这个叶片背面 所以最好就是喷洒背面了,它的吸收了才会更好 所以我们养兰花不仅施肥的时间和肥料也选择对 而且施肥的方法也一定要选对了 这样兰花呀,生长才会更旺更好 好了,今天就介绍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